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人种一亩地能打1500斤玉米 张春秋就能打出2000多斤的玉米 在当地张春秋是远近闻名的重量能手 他告诉记者最近他们家有了不小的变化 去年他购买了十几台大型农机具 如今他已经成为升级版的重量大户 我不单是这一台车 我还有好几台呢 收割机和那个免庚 种地的 种地的我还有四台车 你刚才开车是在哪里的 我去给人家送粮去了 送给咱哥人家最后一车粮 送完了完了当然还剩点 你看最后一车粮送去了 卖九毛多钱 用张春秋的话说 如今的收入比过去光种地翻了一番 不仅如此 他还和二哥张春风联手开办了家庭养猪场 这样他们种的玉米就能解决购买猪肆料的问题 可以说张春秋家成为当地农机化种植 规模化养殖相结合的典型 好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东北的张春秋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国家一级演员 来自海城文工团的严学金老师 欢迎你 为什么让你们两位坐一块呢 因为我听说你们俩好像是老乡 是这样吗 都是吉林人 都是吉林人 我是吉林省辽元市 他是吉林省公主理事 住得远不远 很近 好像有一百里地 一百里地 我听说你还是在农村出生的 农村生农村长 农村生农村长 那今天就有得聊了 老张 最近有什么家庭梦想 我想在三年之内承保两千亩地 这是我一个梦想 但你现在一共是种了两百亩地 我现在种二百亩地 二百亩地到两千亩 怎么就说自己有这个能力呢 第一吧 我这个机械化作业啊 完全就把这个两千亩地种好 因为我有那大的机械能力 它的作业量嘛 应当不鬼无能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原因呢 就是我种地这些年呢 我积累了一套 让它能高产的技术 今年的最高产量能达到 每亩地小亩能达到两千亿 这一产地能达到两万五到三万亿亿亿 严老师怎么看 你知不支持这个 他这个梦想 因为我从小也是在农村种地 听着他的故事 我特别羡慕 我爸就是村长 干了25年村长 然后我大爷也是农民 全家务农 都没种上这么多地 都没他 就是有这样的先进的 首先有没有他这思维 也没有他就是能够 就是在很多年前就想到 你们进城打工 我在家务农 你们不愿意种的地 我把它承包过来 两百亩地在农村 相当于多大一个数字啊 一人才三亩多地 他种了多少人的地啊 因为啥呢 老百姓的地 现在吧 就是自己种 有一笔收入 就是闲逾时间 除非打工一笔收入 在种地的时候 他能他得回乡种地 秋收的时候得回来 就来回这么一走 他就在打工 经济挣钱也少 在这呢 他除外打工 他没有能力养机器 所以把他送地 所有的送地和收地 他都需要雇 增加老百姓的 这个土地的经济负 经济支出 要算系上 如果说咱们 把土地的成果费 涨一点 老百姓的地 他自愿会交给咱们 加成那场经营的 就像他刚才说的 都是大实话 在外面打工呢 你像我舅舅家 我哥 我嫂子 我大一家 哥哥嫂子 都在外面打工 都没赚到钱 你就算一个月 你能赚三千到五千 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算一笔账 你在外也辛苦 像他这样 在家也辛苦 但是好处 可太不一样了 第一说 老婆孩子团圆 你把老人跟孩子 扔到家里了 老人没人孝敬 养你干嘛呀 孩子没人教育 没人管 你生他干嘛呀 所以照顾这两方面 又能孝顺老人 又能跟 又能教育孩子 又能跟老婆 朝夕相处 应该回来种地 但是大家都在家种地 他这承包 可就收不着地了 这就是现在 为什么鼓励大家 回家种地的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你算一笔经济账 在家种地 比外面挣得多 你还出去吗 尤其是现在 两会期间 大家倡导 这个家庭农场的梦想 其实我觉得 受益的还是农民 老张 这两千亩鸭 流转到您手里 现在还需要 怎么来拿这个地 这个地需要 农民同意 从农民的手术中 让他自愿地 把土地 在家庭农场 但是需要 一定的时间 就起 其二吧 也需要 土地的承包费 能达到老百姓 亲满意度 这个阎老师怎么看 我认真听他 讲话的时候 他一定在家 算好了各种小账 才敢到这节目里来说 梦想是三年之内 再承包到 两千亩地 所以我相信 他第一个梦想 应该很快就实现 好 那老张 咱们暂时 我先得了 我先得了 今天我们还要请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富阳市委书记于勇 另外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家庭农场示范带头人徐从祥 欢迎两位 欢迎您 请坐 老徐咱们稍待会聊 说了半天家庭农场的话题 我先请领导给咱们普及一下 家庭农场是个什么概念 那么我理解的家庭农场 第一是要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单位 第二是要以湿度规模土地为主要意图 第三是以种植业为主要实现形式 第四是以土地综合利用为主要手段 第五 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 为什么国家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大力复制下层农场的政策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翻番的奋斗目标 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出了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那么老乡要实现小康 要在农业现代化下功夫 来推进中国梦三农梦里实现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对家庭农场的认识 接下来咱们就到安徽富阳太和县徐从祥的家庭农场去看一看 全国人大代表徐从祥从2003年起就和儿子儿媳 开始承包三千二百多亩的土地 多年来他在自己的麦田里不断进行小麦高产攻关 2013年徐从祥的小麦母产均达到七百四十一公斤以上 成为安徽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他被誉为安徽的麦王 由于他的家庭农场土地面积大分不广 每年春耕农忙季节 徐从祥都会雇人来到他的麦地帮工 他也成为带领当地百姓以种粮致富的带头人 他告诉记者眼下这块地种了十几个小麦品种 他期待今年的小麦母产能更高 这一般情况下我小区实际上都大概七百公斤左右 对有个小区 反正达到七百五十公斤感觉的 没问题 你这个家庭东西都家庭这个字来说都没什么脚位啊 你家庭一开始收入 收入这个家庭 你这土地线你干事给老百姓就行了 你体会挺深的 我体会到这个 只有在家庭中的才能把东西搞得更好 最让徐从祥骄傲的是 2011年习近平主席到安徽考察 还专程来到他的家庭农场 关切地询问粮食生产情况 这让种了一辈子地的徐从祥 有了些许的传奇经历 好 这个我们很想知道老徐当时跟习书记都聊什么了 习主席2011年4月8日 到我那里 这个就是那当时重量大后 信明主席下车过后呢 很快的看到路由美 他说老徐怎么重的 你产量七百多公斤 我说那是一直靠政策 还得靠党地当委政府领导 当时说的有这么好吗 那我实话实说 习惠非常好 他说你看 你们会有这样 有这个产量 那我们轨压 农业 留给啊 留什么呢 都有保障 朱迪觉得这个老徐当怎么样 农业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 如何把好的政策给它 把赚钱的机会给它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才能实现我们的散动 那如果都回来呢 地不够用呢 地不够用 可以 它搞种植 它搞养植 它搞加工 把农业最大的资源 是食品工业 紧张上 农民不要鼓励地看它就是种地 农民可以搞种植业 可以搞养植业 可以搞加工业 可以搞流通 在农业的生产的各个环节 农业紧急的各个环节 都可以应当有农民的身影 有农民的贡献 有农民的效应 这太棒了 太好了 对 我觉得那个就刚才 张哥跟徐大哥 他们俩就是一个对比 你看那个张大哥的梦想是 三年之内 我再承包两千亩地 徐大哥这已经 现在已经有两千多亩地 甚至好几千亩地 好几千亩地 对 徐宗强代表 周围已经流转了 近三万亩土地 像徐宗强这样的农民 有许多多 我许多赢了 看来收集自豪的 我跟张春秋 我们俩都是吉林的 其实我们吉林省 比他重 就是跟那个徐大哥 重的这个面积 差不多的重量大户 也特别多 我们今天没来那最好的 我们今天来 就是承包两百亩的 没来那承包两千亩的 张春秋 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两位代表 咱们那块做土地流转 现在这个土地价格 是怎么定的 这个价格问题 就给老百姓看 一个他要躲了 你要承那个 承迷不拼意 带养平补 咱们说多 多合理价格 这管理价 他没有这个政策 这又靠你承迷自治 这合着您这也没标准 就靠谈 对 咱们富洋有什么好的政策 能够培养出 这样一个好的土壤 最大的贡献是粮食 富洋产了中国百分之一的粮食 为国家粮食安全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富洋 一千万人口 有八百万农民 为此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 是我们的首要问题 政府发挥有违的作用 首先是产业 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 亦农则农 亦林则林 亦富则富 把农业的产业发展 布局高峰 杨老师去过安徽 富洋吗 去过他们这个示范农场吗 示范农场我没去过 但是安徽我去演出过 去演出过 富洋也去演出过 对 但是没有专门下地看过 没有 不知道这粮食种得这么好 我们东北也好 吉林也好 也好 确实 我了解一下情况 他们虽然是一年是种两季庄稼 咱算一笔账 我们东北是一年种一季庄稼 听起来像他们比我多赚一倍的钱 但是实际上 那你胆肠搞些 我们东北农民地多 一人三亩多地 他们安徽省的农民是一人一亩多地 那你算谁地多 谁挣得多 宗叔叔 你们稍微好一些 而且你们是从头忙到尾 从年初忙到年尾 土地的产出要看综合效率 只要看种多少粮食 更要把农业的综合效益体现出来 也就是说 从种 养 家 要把整个产业链 把最大的利益留给农业 留给农民 把这个产业发展留在农村 利益最大化 一亩地看看怎么种能挣更多的钱 我下东北农村拍戏的时候了解一户农民 就是他呢是什么呢 他是一边种庄税一边养蛤蟆 因为东北有一道菜叫土豆冻蛤蟆 蘑菇冻蛤蟆 他们就在这个地笼沟里养蛤蟆 实际上就是一举双得 那余书记这次来还有什么有关农业体验带来 我这次主要是带来如何解决农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随着家庭农场农业规模经营的提高 但是农业的各项技术设施都需要国家给予政策加大投入 比如说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村村通 是生活路的村村通 是通到村部的村村通通 而没到我们的农业的田间地图的村村通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农村用电 只是能解决了农民的生活用点 而没解决农业的生产用点 比如说我们农业的用水 我们是解决了大理中的排灌烂财劳 那么我们农田水的基础设施还相差深以来 与农民最近距离的这一公里 农民是最起码的 比如说现在农村耕地 规模种植经营国以后 农村集体用地的问题 需要赛场 需要仓储 这些土地要给予政策落实 更重要的是 要推进农业农村农民就地化的问题 我觉得您带来提案都特别的现实 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那么两会现场的代表委员 对家庭农场又会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我们来看前方记者的采访 过去上面有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的发展它是不快的 为什么不快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家庭农场不是非常重视生产资料 特别是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 这个方面家庭人力 第二个方面提高种植的效率 我们目前推进家庭农场是解决三农的一个出路 我认为主要要在政策上要给予固化 国家要通过立法来保证 这个投入牛软后的投资人收益 那其实有个别人 他就不愿意承包给他 但因为他还看不上那个租金几百块钱 那怎么办呢 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法律 有关这个人法律政策 或者要强迹性的规定 将来学来种地的问题 家庭农场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 也是我们今后在农业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今天的两个重粮大户家庭 来点亮家庭梦想墙 先有请张坤秋 来 点亮自己的家庭梦想 来 用第二位 有请时代表 有请老师 今天这么荣幸能邀请到严老师来到我们这儿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 大家的心中 我唱一首跟咱们这个主题有关系的一首歌 老百姓的事情大于天 好 太好了 走遍了那个小山村 清晰着庄稼苑 东边街来张家长 西头扶上离家的端 一剪剪的他就拍拼 闹心的事啊 一装装的他就解开 愁和缘 为你心里相信啊 每个好日都有 我他哥和我妹妹 我好远远 为你心里相信啊 每个好日都有 我他哥和我妹妹 我好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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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远远